最近一名在美国受训的乌军开始分享自己的心得 对美军没有普及无人机感到大为惊讶 美军也对乌军高度依赖民用无人机感到吃惊 这才明白 我军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大家好 我是李哲 最近你看在社交媒体上一名乌军士兵在美国受训心得 就引发了军事观察人士的高度兴趣 这名乌军士兵对于美军信息化程度的落后感到惊讶 比如说美军没有普及手机电子地图和各类无人机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美军对于乌军的一些习惯也感到了吃惊 比如说乌军高度依赖某品牌的商用四轴无人机 美军虽然装备了很多型号的无人机 但都是旅籍装备 这名士兵也表示他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美军没有在搬或者排啊营啊 连这一层面去普及无人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美军应该就是那种全身高科技出门天顶星的层次 走到哪主打就一个科技感 是不是 相比之下 乌军的信息化程度只能算是一般吧 毕竟他们的赛博朋克连争气朋克的俄军无法压制 现在的情况是 美军乌军一见面 两边都被对方吓一跳 乌军说 你这个美军居然没普及无人机 美军说 你这个二毛怎么居然依赖商用无人机 其实吧 我们说这事儿都在情理之中 对于美军来说 多年来的对手 他基本都是这些游击队 不是正规军 打惯了不对身作战的美军啊 那没有经历过高裂度冲突的拷打 对于乌军来说 已经尝到了无人机信息优势的他们 怎奈底子薄 好在对面底子也不怎么厚 在斯拉夫大区的匹配机制下 两个信息化菜机 靠一堆商用无人机 还能打出这种纳米核心的感觉啊 就是也是挺有趣的了 那有意思的是 有人在评论区提到了一句 那是他们没有遇到美军预想中可怕的对手 这可怕的对手是谁呢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要说无人机机群哪家墙 作为神秘的东方大国 藏的是藏不住的 从俄乌冲突的经验来看 俄军早就吃进了无人机的口头 然后顿悟了 除了柳叶刀之外 各种穿越机绑着地雷 或者助推榴弹器RPG啊 去撞这个乌军的目标 战果也不俗啊 为了保证前线穿越机的供应量 俄罗斯在2022年11月 在圣彼得堡投资了一家无人机厂 生产一款名为雪荣花的穿越机 那目前的产量是每天120台 我们就说这个产量说真的 华强北老板娘每天靠手搓都不止这个数 那还是民用方面 光是公开报道啊 解放军的无人机 还有无人车等设备 那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程度 前几天武警发布了一条视频 其中就包含了一段 叫穿越机拦截穿越机的镜头 当别人还在讨论 这是什么魔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尝试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战术了 除此之外 央视军事新闻在报道中也展示了 北部战区某扫雷艇大队海长作业时候 用无人艇进行作业的画面 在这个军事报道栏目中 还展示了西部战区某旅装备的军用机器狗 参加演习和训练 以及向目标射击的画面 前不久 第八十集团军 某部在演习中大量使用了无人机 无人车 种类繁多 功能齐全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其实在2022年的驻海航展上 我们就已经有了不少直观的感受 概括一下就是 雷达不是相控阵 车上没有无人机 那你都不好意思出门拉出去给人看 结合前面美军和乌军相互惊讶的这个消息 我有这样一种感受 那就是解放军对现代和未来战争的理念 战场模式和探索理解程度 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当然啊 这也完全得益于中国在网络科技 信息技术 以及制造业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以后啊 再有谁要提什么赛博朋克 我们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 你这算什么呀 看看咱解放军的装备 你啥朋克 都没用 今天绿洲完查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